其實OK 我們來試一下 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你們待會第一個 日期反正就先正規化 接下來的話 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所以你們再錄製聚期 錄的話其實非常簡單 只要做一件事就插入 這個什麼 含有資料標記折線圖 這樣就OK 就把它停止錄製了 所以我們錄製一個聚期 所以假設要畫這個圖好了 這個圖的話叫美元折線圖好了 OK 比如說這個名稱好了 那我就是直接來開始囉 所以1 先把這個先選起來 所以先把A1 按 Shift 鍵 選到 B36 先選好了 因為錄製好像不會影響 然後再錄製聚期 然後把美元折線圖名稱給它之後 然後按確定 所以記得先選 選完之後 再按一下錄製聚期 給一個名稱叫美元折線 按確定就可以了 好 確定就開始囉 OK 那我只需要錄一個動作 插入裡面的折線圖 找到這個含有資料的折線圖 點一下 好 這樣子就完成了 接下來的話 不要做任何動作了 你就直接在開發人員裡面 把錄製聚期改成停止錄製 OK 完成了 那完成之後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圖先刪掉一下 刪掉你再去亂亂看會不會成功 有沒有 美元折線執行一下 又出現了 所以你把它delete掉 它會不會執行 你把它執行一下 它出現了 你說老師 可是問題有出現沒錯 但問題位置不對 有沒有 位置跟寬跟高都不對 所以如果假設我希望它可以執行 但是執行的位置 希望能夠把它放哪裡 放這個M1的位置 M1的左邊跟上面的這個位置 OK 所以我們錄完之後必須要再來修改 修改的話其實就是直接幾個方法 編輯就可以了 或者是按VoBase裡面找SUB美元折線 都可以編輯一下 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會有一個模組 我看一下為什麼這邊兩個 這個是我剛剛 這個是會 這個我們剛剛貼的 所以剛剛有插入一個Module 1 所以錄製聚期的話 它會幫你產生Module 2 這個程式就在這邊 其實就兩行程式啦 一行的話就是AdChar 有沒有 它在目前ActiveSuite 就是目前的工作表裡面 幫我在這個地方增加一個物件 叫Sharp物件 Sharp其實是一個畫圖的一個物件 畫圖物件裡面的話 它有個方法叫AdChar2 AdChar2其實在這個圖裡面 幫我增加一個繪圖功能 就是畫一個環有資料標記的折線圖 所以AdChar2其實這樣就把 這個含有資料標記的折線圖 畫在Sharp物件裡面 OK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做什麼 其實很簡單 第一個 我要把座標做一個變 習慣把上面的註解拿掉一下 OK 那所以座標怎麼改 這個我前面是不是有做過類似的 就是第一個 這個是這兩個參數 實際上就是含有資料的折線圖 這個如果你們有興趣自己再查一下 那如果我想要把它畫的座標 改成在M1這個位置 就在這個地方 不要放在剛剛的位置的話 那我只需要在這邊 增加兩個參數就可以了 兩個參數加哪裡呢 記得喔 加在AdChar2後面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你再逗點一下 然後跟它講說 我要放在M1儲存格的 它會是先水平再垂直 所以你就先在這邊跟它講說 我要放在這個位置儲存格裡面的什麼 Range M1好了 所以你就打一個Range M1 Range M1呢 指的是M1儲存格的 的話就點一下 Labs 所以Labs的話就是 意思說在這個儲存格的 左邊那一條線的位置 OK 左邊喔 好 那逗點 那高在哪裡呢 就是它坐標 歪軸的部分 那你就一樣 在M1 所以Range M1的 後面有個屬性要點Top 所以你就打一個Top就可以了 好 這兩個參數就是它的坐標了 Labs跟Top 記得是打在哪裡 打在這邊 它的後面 所以這個是第三個 這個是第四個 那你加了這兩個參數之後 你就可以把它執行看看 你會發現喔 這個圖應該就被畫在這裡了 所以執行它 有沒有發現 這時候美元折線圖就畫在這裡了 但是它的寬 跟它的高 欸不對吧 所以怎麼辦呢 很簡單 你就把後面再加上 它的寬跟高就OK了 所以後面再加什麼 我希望它的寬度 大概就跟這個儲存格的寬度乘上10倍 所以就10個啦 因為這裡每一個欄的寬度都一樣 所以就是 我一樣利用Range M1來當代表 所以 剛剛加兩個嘛 再加第三個 豆點 然後一樣把Range M1 把它複製過來這邊 然後呢 跟它講說 它的寬度 M1的寬度10倍啦 所以就是 寬度就是屬性叫V10 所以你打一個W 這邊有個V10 然後後面加一個乘10就可以啦 乘上10 意思就是寬度 這個儲存格的寬度的10倍 那就是10來寬的意思 然後豆點 高度多高呢 一樣道理 就是Range M1 它的高度就點Hight 它有一個屬性叫H1A 這個啦 Hight就是H1A GHT這一個 那這個就是它的列高 那我要10列的話 一樣乘上10就可以了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所以不見得一定要用M1啦 只是因為M1當代表就好了啦 你說老師 那我用別的可不可以啦 只要那個儲存格是 你要的那個寬跟高 還有坐標就OK啦 所以這個其實是可以變動的喔 那最後做完之後的話 其實程式應該理論上 第一個階段就寫完了 所以執行它 有沒有看到 它的位置是不是在哪裡 M1 然後呢 10藍到V沒錯 10列到這邊10列 所以喔 這個好處就是說 它這個位置就會放得剛剛好 我覺得還蠻聽話的 也就是你要怎麼放 它會符合你的要求啦 OK 那同樣的道理喔 如果我今天希望 再畫一個叫人民幣折現圖 人民幣折現圖畫在哪裡呢 畫在它的下方 因為剛剛的匯率第一欄 B欄是人民美元嘛 那人民幣呢 人民幣到底一樣嘛 只是人民幣要怎麼畫 跟各位講喔 這個比較麻煩一點 這個因為你要畫 當然你也可以錄製啦 不過其實我跟各位講喔 這個的話喔 你要選的話變成你要拆開 要避開這邊 所以你如果假設用人工的方式喔 必須要避開B欄 所以變成你要先選 A1到A36 然後按Shift鍵 然後再按Ctrl鍵按住 再點C1 然後再按Shift鍵 再點C36 變成你要選什麼 選兩個範圍 中間要隔開喔 這個時候你再插入那個什麼 人民幣 插入折現圖喔 這個應該他才會幫你畫出來 有沒有 還有資料不要記 他畫出來了 可是問題喔 一樣的道理 那如果我今天不要畫在這裡啦 我要畫在別的地方的位置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你是不是就 一樣嘛 跟錄製聚集 其實跟各位講啦 也不用傻傻在錄製啦 其實跟各位講 你可以從原來的 剛剛的美元折現圖 拿來改就可以了 把它複製一下 貼過來 然後這邊改成什麼 人民幣折現圖 人民幣折現圖 那當然你要改 要改哪些地方 其實顧名思義啦 第一個 它的範圍一定不一樣 有沒有 它的範圍剛剛是 A1到B36 可是這邊應該是到 你說老師 它是不是到C36嗎 可是問題C36好像有加到什麼 加到那個美元進來囉 所以如果你把它改成C36的話 那位置應該可以改 位置很簡單 位置坐標的話 就是讓它往下一個 所以應該是 下一個的話應該是什麼 M11 所以其實 如果你的名幣的話 應該是多少 M11 然後這邊的話 Labs也是M11 然後後面寬跟高一樣 所以不改 好 那你把它執行看一下 執行 有沒有出現 有出現耶 可是問題來了 為什麼兩條線 跟各位講 因為你剛剛選的是什麼範圍呢 A C36 那A到C 它會變成說 你選的就是這個範圍 它會把那個美元也選進來了 所以你必須 想個辦法 把美元避開 那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知道怎麼做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所以剛剛的重點 基本上就是 這個正規化以後 然後把那個動作入價來之後 變修改 修改的話 大家記得 我主要是改了四個地方 就這四個 這是寬跟高 這是位置 然後這個是寬度乘上10 這個是高度乘上10 這樣就OK了 並且思考一下 如何在繪製的冥幣這些 其實我們終極目標是10個圖 不是10個 不知道是11個還是10個 全部畫完了 OK 那這要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 這夜 我 gefunden 在旬活玩 生 obrig 你在那ént